牛肉 牛肉切成薄片 再切點薑絲 牛肉裡面加入少許薑絲 加入一小勺澱粉 少許花生油 還有一勺清水 攪拌均勻 然後醃製五分鐘 把湯好的西紅柿的皮補掉 除了皮的西紅柿 給它切成小塊 泡水的鹹菜 我們給它拿出來 然後給它切成薄片 鍋裡水開了 把西紅柿放下去 這個西紅柿煮轉了之後 就把牛肉放進來 現在把切好的鹹菜也放下來 再根據自己的口味加入適量的鹽 胡椒粉 大火煮開一分鐘就可以關火 再掃上少許香菜就可以開吃了 這樣一碗番茄牛肉湯 酸甜開胃 早上煮上這麼一碗 營養又健康 喜歡的話可以試一下 小蟹菜 小蟹菜 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